国民是一个政治建构,它跟文化上的共同性不一定有关系,如果有的地方提到它的文化共同性,或者提到以语言为核心的国民共同性的建构,那在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需要。 因为主席就显示不了在其他同样存在以语言共同的地方,为什么更建立国民共同体?实际上国民共同体是一个单方面的政治决断的意志,这个政治决断的意志在它自己没有掌握实际权利的情况下,往往就用文化的共同体为自己掌握政治权利,伸张自己的正义作为依据,但是这个条件不是必要的,因此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特殊性都不延了才能做国民。 共同体的政治决断,所以这里面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是对权利的追求和对死亡的恐惧,这两者加在一起产生了身份焦虑,而身份焦虑投射于现实的政治,找到了机会的一部分行为主体,终于实现了他们的目的。 但是要说是国民性这种文化概念是否真正存在,那是很可疑的,我想其实它真正存在也跟政治民族主义不发生关系,跟认同政治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的。 近代中国以来所谓的中国特殊国民性是一个非常混杂的概念体系,你如果具体分析它的内容的话,它实际上包含绝大多数没有经过现代政治训练的所有居民的一个共性。 你如果拿它去形容比如说泰克尔时代的一些印度居民,或者土耳其和波斯帝国的居民,也会发现同样的特征对他们也是非常适用的。 大体上来讲,如果一群不懂得自己权利和义务,没有参政经验,也不能通过法律保护自己权利的顺民式的居民,基本上都会表现出这样的顺德特点。 这一点应该说跟国民共同体制的建构不一定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上部的这些特点都是可以通过用政治建构的方法在区区两三代的时间内,使他们发生戏剧性改变的。 同样的地方,比如说像是19世纪的霸汉堪,它当时居民就具备了很多类似中国近代的地方所描写什么国民性的那些特点,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经过国民共同体制重新建构以后,当地人的行为模式已经发生了极大的,甚至可以说戏剧性的改变。 甚至我们不用说中古的情况,就拿英法这些所谓最先进的国家来看,革命时期英国人和后来我们所说的英国人的普遍性格是相差极大的,前一种人是极其好弹的,具有非常强烈的神学家性格,好像是随时都会在街上拔起来。 后一种人则冰冰有礼,生死风度,和凡是模糊处理著身。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戏剧性的变化?我想这不是因为有什么抽象的和鲜艳的英国国民性,而是因为英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一点直接影响他们的行政模式。这才是最现实的、最合理的一种考虑方法。 信号很快, Oak当时亚洲人都要儿童质 technique, 然后我们再师傾作3 happens。